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伴自己到最后 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一句顶一万句》 愿你我都能学会向内探索 享受孤独 与心灵深处的自己侃侃而谈 多年过去 巧琳在沁原县长大成人 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她的二儿子牛爱国 同样从小就沉默寡言 跟父母兄弟都不亲近 牛爱国长大后 在别人的介绍下 跟沙场女工庞丽娜结了婚 谁知两人婚后语不投机 感情也渐渐淡漠 日子过得毫无滋味 庞丽娜长期住在单位宿舍 十天半个月都不着家 还出轨了婚纱店老板小蒋 牛爱国不知如何处理婚姻危机 便去找几位聊得来的朋友拿主意 有人劝她好好哄着妻子 有人劝她干脆谅着妻子 也有人劝她千万别离婚 甚至还有人将她要杀 小蒋儿子的酒后胡言传了出去 在城里掀起轩然大波 本是受害者的牛爱国 一下子成了众师之地 只好跑到河北避风头 在那里 她认识了有夫之妇 张楚红 两人因为有说不完的话 而走到了一起 然而当张楚红提出 要她带自己私奔时 她再次陷入了犹豫 她没有认真思考 自己和张楚红的关系 又听了一位朋友的建议 不打招呼 就离开了张楚红 随后她回到了家乡 遭遇了接二连三的变故 先是她的母亲巧琳 病重去世 临终前遗憾未能联系上 自己的继父杨百顺 后又是她的妻子 庞丽娜再次出轨 抛下这个家 与情妇私奔了 心乱如麻的牛爱国 决定借着帮母亲 完成遗愿的名义 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 散散心 她收拾好行装 独自上路 出发去严金县 打听杨百顺后人的下路 辗转从山西到河南 再到陕西 漫长又孤独的旅程 陌生又新鲜的环境 让她变得异常强大和冷静 她不再祈求外界 指点迷津 而是把所有想书的话 都放在心里 反复琢磨了好几遍 最终她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放下 被妻子背叛的痛苦 去找回自己 真心喜欢的张楚红 生活中有很多人 像你外国一样 习惯从他人的语言中 找寻力量 但这世上 没有谁能帮得了你 你只能在独处中 勿透生活的真相 正如刘渝在 《送你一颗子弹》中所说 人生若有知己相伴 固然妙不可言 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 真的 也许既不可遇 又不可求 可求的只有你自己 你要服下身去 朝着幽暗深处的自己 伸出手去 一路走来 我们看似呼朋隐伴 热闹非凡 却依然时常感到孤独 有空虚 那是因为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能真正懂你 再亲密的伙伴 也难以真正体会 你的所爱所愿 在默契的知己 也无法彻底了解 你的所思所想 你只有脱下伪装 放下怯懦 学会在喧闹的世间 坚定独行 真切地聆听内心的声音 勇敢地剖析 自己的灵魂 才会探索出 你想要的答案 人心难测 事事无常 这世间的爱与恨 何与分 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 陈一迅曾在歌里怀念 被推着走 跟着生活流 来年陌生的 是昨日 最亲的萌萌 我们常常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 以为自己遇到了一辈子的灵魂伴侣 然而时间会告诉你 绝大多数人 只是你生命中的匆匆过客 他们或许会因为现实的变迁 而与你渐行渐远 或许会因为无情的背叛 与你反目成仇 信任和欺骗的纠缠 意外与不幸的降临 随时都会打碎你的情感寄托 一旦你将所谓的知己 作为消解孤独的灵药 反而注定永远都无法摆脱 孤独和落寞 真正的灵魂伴侣 其实是你自己 这里是诚意陪读 别忘了关注诚意电台的官方微博 我们会定期抽奖 送出节目里分享的好数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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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